3月12日杨锦华穿着席间洋装 为了名牌开幕站台 再过几日的3月14日就是白色情人节 号称单身的他也有自己的过节方式 他表示没有男朋友买礼物 送给同性朋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单身的话 女生也可以送给自己 或者是送给你的女性朋友 那我觉得为什么要送给女性朋友 是因为我觉得女性朋友有时候 也是会扮演就是情人的角色 因为会时常的关心啊 虚寒问暖啊 那我觉得而且我们谈的话题 可能跟另外一半谈的话题 会比较不太一样 好姐妹萧亚轩与柯震东正在热恋之中 不知14日当天是否会有空 来陪在片场忙碌的杨锦华 就此杨锦华表示 也许会打电话叫萧亚轩来片场探班 你就是14号吗 我在拍戏耶 我在拍大红帽也不掉 所以应该是没有办法 不如我叫她来好了 目前单身的杨锦华 被问及感情状况一脸哀怨 受到亚冬恋的影响 她也很期待真命天子的降临 被问及男生送什么礼物给自己 会比较动心 她立即表示 礼物不重要 心意才是根本 男生送表给你 会不会容易打动你的心 男生送表 如果男生送卡片 也会打动我的心 对啊 所以不是东西的问题 是那个心意的问题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